大人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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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通 他們 他們把西雁城的人 全都殺光了 大哥 你 文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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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少爷打了胜仗 心也讓少爺給奪回來了 小姐 聽他們說 少爺沒有抓住劉公子 小姐 那又怎麼樣 小姐 小姐 老壽星 新野那邊可有消息了 他們說 皇上派太子到新野都寨 公下新野後 屠城了 他們 他們也太狠了吧 快 你再去打聽打聽 一有消息立即回來告訴我 是 是 各位啊 小弟呢 收留了幾位大闺女小媳妇 都是好人家的 這全院這老天的不長眼 在家裡實在是過不下去了 這才想著出來呢 找個活路 但是有好心的 就把他們領回家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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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 您的 有錢嗎 好 好 好的 看什麼看 沒錢一邊帶去 去去去 你給我放去 有錢嗎 好嘞 您的收費 那好 下一個 好的 你那麼搶東西 你快抓住他 快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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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實話 這些個大闺女小媳妇 有老的 也有小的 有醜的 也有俊的 可是呢 價碼都是一樣的 為了公平 我呢 就把他們都裝在了麻袋裡 交五兩銀子 願意要哪個都行啊 沒有女人的兄弟們哪 這是機不可施 石不再來呀 你們大膽的 上來挑選吧 這是幹嘛 兄弟們哪 買媳婦啊 你們還等什麼呢 想上去試試 你踩我幹什麼 你想幹什麼 國兵來了 你踩我幹什麼呀 你踩我幹什麼呀 來 這邊 聖風 這 聖風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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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爺 這小子 偷我們家燒餅 我沒偷啊 我是剛來的 剛來的 從哪來啊 我是從新野來的 不對 我是從長安來的 什麼 到底從哪來的 我 我也不知道啊 我是逃難的 可把我給嚇死了 我看這小子有點面熟啊 你看像不像那個 過來 幹嗎 那官爺 官爺 官爺 幹嗎啊 不像 官爺 我跟他一點也不像啊 像 一點不像 等等 兄弟 咱們可發財了啊 劉秀 他是劉秀 我不是劉秀 我不是劉秀 放開我 你們抓錯人了 我不是劉秀 劉璇 劉璇 官爺 我真的不是劉秀啊 聖風 放開我啊 聖風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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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啊 我們抓到一個人 抓就抓了 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關起來不就完了嗎 大人 您知道抓的是誰啊 是劉秀 什麼 劉秀 快快快 把他帶上來 是 來啊 把人帶上來 走 大人 你們肯定抓錯人了 我不是劉秀 我是劉璇 大膽 來啊 在 大人 您看 這傢伙跟畫上長得多像 出了胖點 你看他的鼻子 還有眼睛 對 我們兄弟抓他的時候 他就混在從新野逃出來的機民裡 見到我們他就跑 您說他不是劉秀 他跑什麼啊 大人 我不是 我冤枉啊 我是劉璇 大人 大人 我冤枉 我冤枉 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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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冤枉 我冤枉 我是 我是 讓他花牙 緊燃燃了 那你就在上把花牙吧 來 快快 我冤枉 大人 進長安 見太皇太后 討玉璽 既然當初太皇太后 招劉衍入宮 那麼 我想 他們一定是另有別的打算 這進長安討玉璽之事 也只能是你劉秀 才能辦得到 我不去 欲喜又有何用 如果 劉氏子孫 能夠繁忙 那是天大的好事 至於 誰當皇帝 那是滅掉 莽賊以後的事情 不然 不然 這是關系到 滅馬的大業 群凶逐鹿 你說呢 你想 此時此刻 誰要是先拿到玉璽 誰就能夠控制大局 難道你想看到 諸侯割據 烽火四起的局面嗎 是 賈先生 我去 賈先生 別送了 你們請回吧 一路上 你們可要多加小心 你放心吧 大哥不會有事的 兒臣拜見父皇萬歲 起來吧 謝父皇 國將 宣朕的旨意 遵旨 大新皇帝旨 當朝太子王林 都寄校尉殷時 滅匪新也 大政國威 太子王林 家封新城侯 都寄校尉殷時 官封京都城 其他人等官生異己 聽此 謝父皇萬歲 萬萬歲 萬歲萬歲萬萬歲 皇上 皇上 冠軍縣令有急奏承上 讀 萬歲 冠軍縣已將叛逆劉秀抓獲 這是共状 天助新朝 天助新朝 劉秀 真的被抓了 就是砍了王莽一刀的那個 千真萬確啊 老首相 那貢莊上還摁著手印呢 皇上已經傳旨 要他們把劉秀押回長安 這祖宗兩百年的經驗 真的就這麼完了 老首相 千萬別 皇上驾到 你 想好了嗎 想什麼 萬歲的耐性是有限的 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王順 我是大漢的太皇太后 你有什麼資格在我面前說話 我 我 姑姑 大漢已經沒有了 你又何必死守著那些靈位過活呢 你把玉璽交給朕 你仍然是大興朝的太皇太后嗎 暗漢公 大漢哪一點虧待了你 你居然廢帝自立 難道你就不怕被外人唾罵嗎 誰敢哪 有人打著富漢的旗號 鬧失 結果怎麼樣 朕可以告訴你 劉衍已經被朕殺了 劉秀也被朕抓住 朕要將他在衛央宮前五馬分屍 然後扔到太夜池中餵魚啊 我這已經是第二次來找你了 事不過三 我再給你幾天的時間 如果你再不把玉璽交出來 我就讓你和玉璽一起毀在這 後殿之中 小妹 我沒有你這樣的哥哥 小妹 你為什麼下令屠城 小妹 你聽我說 我不聽 你這事 精都城大人 小妹 哥哥什麼時候騙過你啊 我對天發誓 那屠城之令不是我發的 都是太子他 那你為什麼不阻攔 我來得住嗎 哥哥哥 走 咱們回殷家庄 小妹 太子知道殷家庄所有的事情 我這一走 那咱們就必死無疑啊 是 難道 就沒有別的辦法了 我已經得罪了劉家 要是再讓朝廷怪罪下來 那天下再大 也沒有咱們立足之地 是 殷兄 恭喜殷兄 你們這是怎麼了 殷小姐請留步 我是特地來送信的 殷兄 劉秀被朝廷給抓住了 什麼 你胡說 這麼大的事兒 我敢胡說嗎 萬歲已經傳旨 要把劉秀押往長安 要在魏鴦宮前 將他五馬分屍 王妻 你跪下 我要總在大汗立朝先帝面前發誓 你若敢有二心 必造天譴 我發誓 若對太皇太后有二心 天大物雷轟 准事 連奴才都做不成 好 好 你起來 這是咱們 大汗的命根子 你救出劉秀 把這個交給他 告訴他 告訴他 他們兄弟是我最信賴的人 便是我最後的希望 老壽星 您可要保重 等母才 回來伺候您呢 我等你 起來 兩位 二位 坐 坐 你們抓錯人了 她是我丈夫 你們抓錯人了 你們抓錯人了 她是我丈夫 她不是劉秀 她是劉璇 她是劉璇 你們抓錯人了 文淑 你抓錯人了 你看 我丈夫 我丈夫她不是劉秀 嫂嫂 她不是劉秀 嫂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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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了 聖公 你回來了 嫂嫂 你認錯人了 我是文淑 聖公兄哪 你是劉秀 來人哪 她才認得 文淑 快走 走 走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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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 來 這兒 鄧宇 怎麼了 嫂嫂 嫂嫂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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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 怎麼要抓的是你 你別急 別急 嫂嫂 你這是怎麼了 聖公兄在哪兒啊 他被抓走了 抓走了 他犯什麼事了 他能犯什麼事啊 他是被當成你才被抓走的 你們可要救救他呀 沒有他我可怎麼過呀 嫂嫂 你別急 你告訴我 聖公兄被關押在什麼地方啊 他被押往昌安 他們說王芒要把他五馬分屍 他走哪條路 我不知道 這可怎麼辦啊 聖公兄 帶文淑受難 真是對不起啊 莽賊見過文書 他一看不適 興許就把聖公兄放了 你說得好聽 萬一他記不住怎麼辦啊 嫂嫂 你放心 我們一定把他救回來 文書 就咱們兩個人 又不知道他們走哪條路 怎麼救啊 這樣 我往長安追 你回山裡去找賈先生 不行 賈先生要我保著你 一步也不能離開 救人要緊啊 你沒看見 嫂嫂難過成什麼樣了 這受難之人 本該是我 那也得看是什麼時候 小點兒事 嫂嫂已經睡了 文書 你去長安 可是眾人在見呢 大哥起名繁忙 就是為了把大家聚在一起 跟莽賊鬥 聖公兄也是柳家一員呢 他跟你和博生修不一樣 他是世襲的淮陽王 聖公兄就在朝中 交接的人比咱們多 要是他能和咱們一起繁忙 那不更好嗎 這樣吧 咱們一起去追 到時候再見機行事 也只好如此了 文書 你休息一會兒吧 在睡著 我去看 你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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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見你 你不想去 来 邓宇 邓宇 天都亮了 咱们叫醒嫂嫂 该走了 嫂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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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没人呢 嫂嫂 嫂嫂 不好 温叔 快走 你跑什么跑 有什么说话呀 我不知道 反正破庙 咱们是不能再待了 你的嫂嫂一定是走完就跑了 你是说她 他们一定没有跑远 追 温叔 你先走 我抵挡他们 不行 要走一块走 走 他们在那边有人说话 温叔 你快走 咱们在舍殿旁边 快走 追 快追 小姐的病怎么样了 大夫来看过 说还要静养几天才成 少爷 吴公子他 不不 吴将军又来过了 还给小姐 这是吴将军送给小姐的补品 好 那小姐她 小 小姐不知道 吴将军放下东西 问了小姐的病 她就走了 行 放那儿吧 好 小姐 慢点 小妹 不是让你静养的吗 你怎么就出来了 我没事 哥哥 有刘公子的消息吗 小妹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永秀在冠军县被抓住了 正在押往长安的路上 太子派吴幻带兵去接押 将他押回长安 小妹 小姐 小姐 难道 难道 就没办法救他了吗 小妹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你去把吴幻找来 我有话跟他说 若是他能放了刘公子 我 我就嫁给他 什么 小妹 你不能这么干哪 小姐 小妹 小妹 哥哥 若是刘公子死了 小妹我也不会独活于世 哥哥 我求你了 小妹 你怎么这么傻呀 水 我要喝水 水 你还不够喝呢 给他点吧 皇上可要的是活人 好 水 喝吧 喝一口少一口啊 走走走走 英雄 你找我有什么急事啊 我找你是有点事 这是怎么了 咱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是 是我妹妹 要见你 吴将军 听哥哥说你今晚就要出城去接押刘秀 是 丽华有一个不情之情 不知吴将军能不能答应 请讲 丽华想请吴将军放了刘秀 什么 吴将军若是能放了刘秀 丽华愿 愿以甚相许 小妹 此话当真 不知吴将军意下如何 好 我答应你 刘秀 绝不会在长安出现 兄弟 你说皇上能赏咱们什么官啊 你以为你能当什么官啊 我看啊还是赏金子银子十块 这年头啊 腰里有银子比什么都强 最好是又赏银子又赏官 咱这当差的日子啊 就算是熬到头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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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车 有人接出车 人接出车 快点拉他 快走 在哪 在哪 高官饶命 高官饶命啊 我不是来杀你的 是来救你的 你也杀我 你是谁 奴才王兴 是太皇太后身边的人 是太皇太后 命奴才来救你的 太皇太后 这是传国玉玺 请刘公子拿好 玉玺 太皇太后 要刘公子繁忙兴汉 重振大汉雄风啊 快走 走 人哪人哪 人哪 人哪 来 姐走了 刘秀 你有禁天 好好饶命 你不是刘秀 我不是刘秀 我是刘璇的 哪留秀的 我不知道 他们把我当成留秀了 必准按手印 那是去打成招啊 浩瀚 别杀我 浩瀚 今生今世 我记住你的大恩大德 你别杀我呀 遇到我 算你命大 走吧 浩瀚 你真的让我走了 趁我现在还没有改变主意 滚 好大的胆子 竟敢放走朝廷侵犯 你是谁 太子浦的令牌 你认识吗 抬上他 跟我回长安 玉玺 我的玉玺呢 玉玺 这我的玉玺 大胆 启禀万岁 那被抓之人的确不是刘秀 臣见过刘秀 不敢妄认 到底是谁接的囚车 是 臣不认识 但是臣已经将此人 带回宫来了 带上来 是 是王兴 是王兴 他不是 常信公那个老东西的太监吗 捉拿刘秀 一定要抓住他 是 是 是 客官 喝酒还是住店啊 有茶吗 客官 您看这什么地方 这是奢店 满街只有酒 没有茶 那就喝酒吧 好好好 您走 您走 来客了 客官 您尝尝咱店里的酒 这是这条街上最好的了 您尝尝 客官 这酒啊 是第一口呛 第二口可就顺了 您再试试 啊 客官 这酒啊 是第一口呛 第二口可就顺了 您再试试啊 这酒 我不喝了 客官 您得给银子 这碗酒啊 大拳前七枚 小拳前十个 您用哪种啊 能奢吗 客官 您刚才进来的时候 没瞧见吗 我们这店叫啥 不奢店 可 可我确实身无分文哪 身无分文 你喝什么酒啊 老板 这位客官想赖账 谁呀 谁敢 来 姑娘 我 你什么你呀 没有钱 也敢喝酒啊 荒芒之中 忘了带钱 还请姑娘原谅 今后 一定加倍奉还 来 你真的没钱啊 真的 还要喝酒 敢勿 敢得着急 闻得酒香 不由自主就进来了 那是我的酒好 的确 云仙玉露 算你嘴甜 到哪儿来 新野 又有张毒头 怎么 有空来喝酒啊 我是来抓人的 抓什么人哪 刘秀啊 刘秀 刘秀是谁 新朝皇帝清点的亲犯哪 前几天刚说抓住了 我想歇几天 可今天又来了话了 说是抓错了 重抓 哦 刘姑娘 你这儿没外人吧 你是干什么的 教书的 教书 教什么书 大学 中庸 周易 孟子 尚书 还有 论语 春秋 怎么少了 大学 中庸 停停停 把我都说晕了 打哪儿来啊 新野 哪儿 张毒头 哎呀 这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 你看新野不是闹匪吗 他个毒树人那吓坏了 跑到我这儿来躲两天 二哥 这个就是我跟你常说的 张毒头啊 常过来照顾我们的身影 哦 张毒头 得罪得罪 得罪我什么呀 我我差点 算了算了算了 嗯 要是有外人来 赶快向官府禀报 哎 好了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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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毒头 你走好啊 好好 到那边咱去看看 是 站住 我救了你 你连声谢都不说就走了 哦 多谢姑娘 谁稀罕呢 我问你 你从哪儿来 新野 干什么的 这 装得还挺像 不过 只能摸摸那些酒囊饭袋 你是刘秀 正是 算你实在 还站着干嘛 等他们来抓你吗 小二 是 关殿 好嘞 跟我过来 小姐 卢公子来了 他要见你 小姐 卢公子来了 他要见你 你放了他 对 是放了他 尹小姐 你答应我的事情 什么时候兑现呢 等我哥哥回来 他说什么时候 就什么时候 你傻站着干什么 我说你还不过来帮忙 瘦姑娘 你为什么要救我 若论亲眼所见 你见人酒前 脸都红 你是个好人 要是我耳闻 你敢刺杀王莽 是个有骨气的硬汉子 莽贼 杀了我家四十多口人哪 你先歇着吧 一会儿 你想吃什么 我家伙订给你送来 休息吧 我家伙认你 我家伙订的 我家伙订给你